欢迎收看每周360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周车谈的大小事情 第一则新闻 HUNDAY TUXAN L 即将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近日有一些消息指出 这一款车会在近期内上市 搭载动力强劲的 1.6L TGDI 引擎 HUNDAY TUXAN 用上了现代家族最新的 Parametric Dynamics 设计理念 这一个隐藏式的头灯组 隐藏在大面积的零片式的水像护照内 关灯后你几乎看不出来头灯组的存在 内饰也是最新的设计风格 看就知道高科技 四幅式的方向盘设计和悬浮式的全液晶仪表 和线条简约大气的中控台设计 听说马来西亚版本会采用 1.6L TGDI 引擎 最大马力为 178 HP 峰值扭力 275 Nm 匹配的是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根据以往HUNDAY Malaysia 的做法 这款车CPU的可能性比较高 这款车在马来西亚的价格 大约应该会在 180 千到 200 千左右 但是详情我们还是要等待原厂的公布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update你们 第二则新闻 传闻武林汽车将会进军我国 武林是中国一家售价以平民著称的汽车品牌 这个品牌目前已经进驻了印尼的市场 并且在当地设立了工厂 而且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 本地一家汽车代理商正在和武林进行谈诈 未来武林品牌的汽车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我国市场贩售 如果武林品牌引进我国 应该也是会采取CKD的方式 获得最具备竞争力的价格 目前武林在印尼的产品 包括了SUV、MPV以及商用货车 其中SUV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产品 同时这款车的车型在中国销售成绩也是非常出色 而且目前原厂在印尼也有着不错的销售成绩 这确保了我国市场的零件供应不会有问题 这应该也是最多消费者最为在意的问题 那么什么时候武林汽车会宣布进军我国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 第三则新闻 传闻Toyota Corolla Ortiz 8 月推出小改款 这一次的改款预计会跟国外的版本一样 更换了全新的全数位化仪表 并且大概率会用上Dynamic Force引擎 价格方面也会有所调整 不过目前 Corolla在北美、欧洲、中国还有台湾市场 都有着这个简配的嫌疑 也就是把后悬吊从原本的Double Witchbone 变成了Torsion Beam 暂时不知道东南亚市场会不会也是跟着一起简配 东南亚市场预计会用上2.1L的Dynamic Force引擎 加上Direct Shift CVT变速箱 1T在JU的1.8L Dual VVTi的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新的引擎最大马力为169HP 峰值扭力203Nm 不过以上这一切的消息都还只是传闻 最主要的问题是 我国的Ortiz是从泰国进口 但是泰国方面是没有任何改款的消息 记得关注我们 我们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让你们知道 第四车新闻 2024年BMW 5 Series正式登场 代号G60的2024年BMW 5 Series正式全球首发 全新的外观设计和内饰设计 这次有2.0L Turbo 还有3.0L Turbo 的内燃机器外 还有这个纯电的版本 i5 这款车最强的引擎配置就是 这个3.0L Turbo 配这个8速的Steptronic变速箱 最大马力是375HP 还有540Nm 至于这个电动版本 还有这个E-Drive40和M60 X-Drive 这两个不一样的动力配置 最大的马力达到了601HP 加820Nm 通过205KW的DC快充 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完成 从10%到80%的充电 同时这一款车也是第一款搭载 原厂最新的iDrive 8.5操作系统的车款 内饰主打的就是简洁和科技为主 外观的部分 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车尾的设计 我先不定认好不好看 但是我相信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议论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这款车到底好不好看 最后一则新闻 Master Sky Active X引擎 应销量不佳面临停产 Master Sky Active X引擎 是Master的独家黑科技 它的SPCCI的压燃点火技术 不但可以有很好的扭力表现 还可以兼顾低油耗和低排放 如果这具引擎真的是那么神的话 为什么还会面临停产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价格 在日本你只需要花 换算为马币84千 就可以买到eSky Active G的引擎 就是这个混合动力版本的Master 3 可是如果你要买到Sky Active X 这具引擎 你就需要换算为马币103千的这个价格 这么大的价格差距 但却比原本153HP加199Nm 只增加了33HP跟41Nm 目前在原厂那么多款的车型 放售中仅有Mazda 3和CX30这两款车 配备这具引擎 最后其实原厂未来的规划 是想专注于新的后驱平台开发 比如说CX60和CX90 以及它们所带来的3.3L Sky Active G 直列6缸涡轮增压引擎 而这个3.3L Sky Active D 直列6缸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才会停产目前不太走量 以及比较难盈利的Sky Active X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啊 一具那么好的引擎 在销售不到4年就被停产了 我们一起留言讨论吧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分享订阅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by bwd6